2012年HKDSE Math Core Paper 2 第七題 題目就說了 15加4x 比3 or 9-2x 比1 的解決是什麼 好 首先插一次題目 題目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看左邊這一塊 首先我們把15 減走 右邊 3-15 等於-12 所以4x 比-12 然後兩邊除4 就變成x 比-3 好 到右邊 右邊這一塊 第一步我們把9減走 1-9也要-8 所以就是-2x 大過-8 然後兩邊除-2 -8除-2 等於4 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除一個負數 所以這個符號 本來由大於 變成小於 所以x 比4 x 比4 x 比4 or x 比4 答案是x 比4 所以答案就是c 2-3 4-4 5-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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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-6